他目前还是过着隐居的生活 好好把这个妮妮 妮妮把他带大 现在长大了 又大了三岁 偶尔传讯息 那我也会安慰他几句 回来啊 回来表演啊 回来干嘛 刘正宇化三年将至 吴宗宪喊化新龙快回来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希望这个时间可以 把他这个伤痛减少下来 让他可以回到我们的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为大家去做服务 国标女王刘正 2020年因为心脏疾病逝世 劳工新龙自此几乎消失在荧光幕前 3月22号是刘正宇化三周年的纪念日 显哥昨天透露 新龙依旧走不出嗓气之痛 有啦我们的都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目前还是过着隐居的生活 好好把这个妮妮 现在长大了 又大了三岁 偶尔传讯息啦 那我也会安慰他几句 回来啊 回来表演啊 回来干嘛 陈明章要遇到的这些事情呢 其实你看说着说着 我的父亲也去年离开啊 我用卡拉翁片呢 然后播我爸爸在医院里面唱的歌 我哭死了我自己一个人 睡他那个沙发 因为我都睡沙发嘛 我跟马云一样 我们那种成功人士 不是从美国的车库啦 就是沙发出来的 没有在外面那个乱跑的 也不会像那个 陆西派跑到县州去乱逛 几十年过去了 知道了 是最好的原因 谁不想帮我生小孩啊 对啊 连我自己都想帮我自己生小孩 床都没有在打开的嘛 除非有朋友来 除非有朋友来 喂喂 没有电话 喂喂喂喂喂喂喂 capitalis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